医療消息来看到台湾洗油剂是世界第一 经济为博博的通计有超过9万万人当在洗油剂 为着照更好这些洗油剂的本质 为博博中华变医与江源医业联手来合作 搭着到AI地区会液透黑的照合系统 也来到国家品质标准的认情 向方经过五年的合作 就由透黑业上的意境AI技术的报关 跟这时的感控降下洗油剂的方向 经济博博博博博通计台湾当在洗油剂的人所超过9万人 每次为洗油剂的缓价 在每一次的洗油剂过程当中 包括飞压、飞用中素质超过百多倍 严格感控的素质才能达到白人的安全 洗肾的过程当中 它可能会收集到很多的生理的资料 包括血压、心跳、包括一些检验的素质 甚至一些中间透析的过程当中的一些生命真相的变化 我们把这些大数据全部都收集起来 然后再利用人工智慧的分析 去设计一个预警的系统 在病人还没有掉血压之前 我们就先提出警告 让我们的医护人员可以增加这个对病人的一个注意 中华病院和江源医合作搭着AI地区会液透析教合系统 经过18个月的资料收集 平均每个月可以减少15次洗油剂过程 所来发生的鸡血压出击 那整个系统来说 在我们后来完成建制之后 我们总共收集了18个月的资料 总共5万个病人的一个透析的一个疗程 那再经过这整体的分析来说 我们让我们整个透析的过程当中 从低血压的几率从4.4%降到3.8% 所以整体来说下降了13.6%的风险 所以可以说成果是相当的一个封锁 那对临床的应用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系统 中华病院共调 跟江源医院的合作 提升医疗品质 透过创新的AI地区医疗改革方案 替台湾的医疗提供 带来是一个进步 大中华新闻 中西梁保新 蔡宏博德